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江湖之省平川广隐 风鸾叠仗万木葱龙 这片广袤的金楚大地 以不同的风土润养出人情 用烟火剂刻画出了人间百态 也留下了风味土鉴 古云梦泽水产丰饶 自古便有饭到耕鱼的记载 淋淋剥光和漫漫稻田 让这里的美味与水息息相关 得益于长江水系的润阳 湖北盛产莲藕 入菜香脆爽口 味汤粉糯入味 当它与上好的猪骨碰撞 成就了这片地域家喻户晓的代表菜 莲藕排骨汤 选料讲究 制作精细 有以微汤和蒸菜擅长的 旱面风味 口感鲜嫩爽滑 咸鲜微辣 被誉为储菜之精华 在这片曾建都为影的 储文化发源地 至今仍留存着 储国宫廷饮食的痕迹 相传 储文王素爱是鱼仙 却不惜啼语刺 宫廷厨师便以巧思 剁肉为荣 制成鱼糕鱼圆 入菜烹调 深得郡王欢欣 这样精细的制作手法 逐渐影响至民间 延伸出诸多传统菜肴 以荆州为中心的荆南风味 擅长烹制小水产和野味 成菜嵌饱爽口 鲜鲜味辣 并在漫长的时间发展中 将承袭千年的储国之风 融入生活化为道道美味 高山秋园 湖河水网 京畜大地 东南丰富的地貌间 藏着一代文豪苏东坡 人生里至关重要的华杖 东坡居士一名得于 黄州东坡在被贬折于此的四年里 他就地取材 烹制美食 用口腹之欲填补着内心的诗意 时过境迁 那些美味与诗文一起流传于世 厄东南地区 山长加工凉豆蔬菜和触情野味 有以红烧油闷甘致渐肠 口味醇厚浓重 山香气息浓郁 这方故土 是炎帝神农的诞生地 也是楚文化 汉文化 三国文化的主要发源地 至明清时 以汉水流域为中心的香云地区 多有周边移民定居 他们大碗喝酒 大口吃肉 洗食牛羊肉 烹调手法 也多随性粗犷 渐渐将北方饮食文化的豪迈 融入了这里 香云风味的动物类食材 以畜秦为主 服以淡水鱼鲜和山珍野味 菜肴口感软烂 至少味重 别具一番风味 八百里青江 孕育了热情好客的土家族 这里风鸾交错 西流纵横 一山有四季 十里不同天 造就了恶西南土家风味的与众不同 过去艰苦的生存条件 形成了以烟熏保存肉类的饮食传统 而潮湿的环境更让辣椒成为必不可少的调味品 于是在这里 辣和辣的搭配就好比家藕天成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靠山则列秦树 衣水而则余仙 不同地域的楚人 用岁月调味 化生活为财 造就了楚菜 别样的风味人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这里 中文字幕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